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股市的人在玩弄今天中国大陆大多朋友被共产党洗脑之后的观念 那个观念就是我说的傻奸傻奸的 因为奸而傻 因为奸人家网上调股票 就利用你奸要占便宜的心理使得你会进去 利用的是共产党党文化 对人的人性与观念的摧毁之后的我们的心理 占便宜的心理 这时候劝导大家 那与此同时在国内呢 特别是反腐啊 这个啦 那个啦 其实我在昨天节目当中说过 我说如果我是习近平 我面对着今天江泽民曾庆红的反抗 就应该拿出当初唐太宗的做法 唐太宗干嘛 选武人之变 杀了他的哥哥 杀了他的弟弟 废了他的父亲 创造了中华民族盛唐的整个的辉煌 对吧 可能有人说那是他这样做不对 对不对 如果唐太宗当年不做 可能就没了唐太宗 会死在他的哥哥手里面 会死在他兄弟手里面 对不对 不是说他不杀了他的哥哥 他就能如何 那是文化人骗前华 那没了唐太宗 就没了当年的大唐盛世 这都是有可能的 但是反过来说 人又从来没说了算 对吧 顺天意而为之 怎么做都行 就是这个道理 更何况在我们的眼睛当中 认为江泽民都不是人 是蛤蟆 你杀个蛤蟆 跟大家对于所有中华民族而言 那是除了妖孽 那不是一种庆事吗 那是一种大好事 在反腐当中 特别是在海外猎狐的行动当中 其实王岐山 为什么把海外的这种反腐 叫做猎狐 狐狸 狐狸呢 人们叫狡猾 对不对 那狐狸的另外一个词呢 狐狸能毁人 狐狸能附体 狐狸能上身 狐狸能抽人的精华 是妖孽 对不对 那当初打击就是狐狸 结果在这次抓狐狸的过程当中 出了一条消息 动向杂志的 文章题目这么说 中纪委海外追逃第一目标 吴永华 但据传实际藏在江泽民他们家 他说据可靠消息讲 国际追逃的首要目标 是上海由官而商的吴永华 此人不仅是江家帮在上海的重点人物 而且还是一桩中美都关注的 国际商业行贿案核心证人 可以预言的说 吴永华归案所产生的政治风波 会超过王立军的船管事件 因为全传说吴永华根本没出逃 藏在江泽民家里 那换句话说 他会超过的 对不对 抓了吴永华就等于抓了蛤蟆 文章提到 中南海反腐反贪的掀起的境外追逃风暴 展开国际追逃 主要目标是谁 根据动向杂志的说法 应该是首要目标上海永业集团前董事长吴永华 此人是江家帮的重点人物 据传藏在江泽民家里 吴永华曾经联手投资银行摩根士丹旗下的地产基金 前中国主管叫做彼得森 购筑了老虎仓 获利几百万美元 那彼得森呢 已经据说已经下台了 就是摩根士丹利 那而摩根士丹呢 据说现在也一直 过去一直在讲 被这个FBI调查 有关与中国之间的生意关系问题 那另外一个比较关键的内容呢 就是说吴永华可能已经遭到了美国证监会的起诉 那他讲2012年4月底 美国证监会的长达17页的起诉书当中 还原了多年前 摩根士丹房产基金中方管理者彼得森 行贿中共官员获取房地产项目 并设立了老虎仓 一头牟利的细节 而材料中的中共官员就是上海 永业集团的前董事长吴永华 所以这件事情呢 第一目标的吴永华呢 变成了是跟美国调查机关合作的项目 那吴永华到底去哪了 所以这里讲的比较细致了 包括杨成晚报等等内容 他都融合在里面了 那这个就是在我的眼睛里 就是蛮有趣的现象 当然这是香港动向杂志的说法 也有人说 吴永华在2010年还曾经露 还曾经露过面 那如果藏在江泽民的家里 那我就在想 到底用什么样的证据 上江泽民他们家 把它弄出来呢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那吴永华今天到底是活是死了呢 如果在江泽民家里面 这事就不好说了 对不对 非常应景的 在做我这期节目的三个小时之前 BBC的报道这么说的 中国向美国提交了一份 追捕外逃贪官的名单 文章介绍说 引用了美联社的报道奖 参加最近美中执法合作 联合联络小组会谈的美方代表 是美国国务院负责国际麻醉品 和执法事务的助理国务卿 叫做布朗菲尔德 星期五说 美中双方对要抓捕的人数达成了一致 并且同意找出如何处理 每一个案例的途径 那作为官方的代表 那就变成了 如果他提出的名单 美国人可以抓到的话 就可以成功的引回国了 因为从字面上的意思来讲 已经讲抓多少人 要抓哪些人 多少人的人数已经确定 和每一个案子处理完之后 怎么移交给中方已经确定了 中美之间没有引渡条约 但受到中方追捕的嫌疑犯 可以在美国受到起诉 按照美国的法律受到审判 或者按照非法移民的机制遣返 而这些人在美国的资产可以被收掉 中方向美国提供了一个有了一百多个人的名单 但没有提供具体这些人的信息 和他们在美国的可能的地点 那与此同时呢 昨天传出另外一个消息呢 这个挺逗格的 涉嫌到间谍案 肯尼亚一次拘捕了77名大陆人 并且召见了中共大使 他讲说在肯尼亚的首都内罗币 一个豪宅里面 发现了由中国人运作的网络中心 那连日前后抓了大概77个人 那原因就是这个大的豪宅里面 堆满了都是电脑 电脑设备 他说这些电脑设备足以入寝银行户口 和进行这个所谓高科技的犯罪 窃取国家的情报 那被当地的人称为呢 被当地的政府称为呢 这可能是间谍啊 有说法呢 包括美国的什么FBI啊 什么都有都有惊动 大概是这么说的 原因是日前接到了一个火警的报告 火警发生在一个豪宅里面 这个豪宅位于联合国驻肯尼亚的大使馆 与美国驻肯尼亚的大使馆的中间 那救火人员去了 结果有一个中国人给烧死了 救完火之后 那救火人员发现里面全是电脑设备 这件事情这么出的 这件事情这么出的 那结果呢 被人们认为了 被当地的警方认为 这可能是非洲最大的网络犯罪中心 香港的东方日报讲说 当地警方相信屋中的人设计到假提款卡 洗黑钱 网络诈骗 部分人还没有护照 而有些人是以旅游客的身份入境 目前有40个人被控以运营非法无线电台的罪名 而如何如何 德国之声的报道认为呢 这些中国人在内罗币的高档的豪宅当中 建设了非常诡异的指挥中心 那到底会怎么样 到底是什么 我们不知道 但是给我的感觉呢 那在整个这个氛围当中 国际社会当中 这种氛围当中 特别是在西方社会认为 中共的间谍和中共的本身的这种网络犯罪呢 如何如何的背景之下 那内罗币这件事情就成为了一个确凿的证据 当然从国家的角度 从中共当局的角度 完全可以推卸责任 那个肯定的 完全推卸责任 说这个东西跟我没关 搞不好呢 共产党指挥的中心的人还得想呢 这帮就这个 这件事情里面的人真笨蛋 应该让火烧了 他就完了 怎么还留着 搞不好他还那么想 但是呢 倒霉就是倒霉 咱说过 今天共产党谁跟党走 就是倒血霉了 倒血霉呢 有另外一句话 就是乌漏又缝连阴雨 放屁钻砸脚后跟 你会放一屁砸了脚后跟正好走路的时候 你要不摔个嘴啃泥呢才怪 所以今天就是我们看到的 我的眼睛里就是具体的 什么叫天灭中共了 其实就是这些了 他从人的具体事情当中 但是会使得每一个观众者 观看者意识到发生的事情都很蹊跷 而这蹊跷的背后呢 却有着人性本该觉醒的一面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